说起王子文 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她本身属于骨架很小的女生 身高也不高 但是每次出现在人们面前时 却也总能够凭借自身独特的魅力吸引到大家的眼球 王子文出生于1987年的四川成都 她在小的时候 由于喜欢跳舞 就被母亲送到少年工练习舞蹈和艺术体操 因她的独特气质跟外表下 以优异的成绩被选中 13岁就和中韩两国四个女孩组成了演唱组 远赴韩国培训 但是后来的王子文却没有走上演唱的道路 因为组合解散 她才回过发展 年纪轻轻的她在朋友鼓励下 报了中央戏剧学院研修班 在进修的过程中 惊喜忽然到来 当时的电视剧《谁是我爸爸》在选角色时 将正在进修中的王子文选中 饰演这部剧中的林斗尔一角 从而让她正式进入娱乐圈 同年 因在《战争剧韩秋》中饰演女主角邱红而开始受到关注 随后还出演了《男人帮》 《家的安慈方》等等 这期间演过这些电视剧 但却始终没有激起太大的浪花 这时候的王子文始终不温不火 只是作为一个熟练的演员 演技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只是她的名字还没有被更多人知道 直到2016年拍摄职场女性剧《欢乐颂》才获得高人气 王子文在剧中饰演的屈小潇这一角色因大胆直率 古灵精怪的性格 深深地吸引着观众的眼球 让人对她记忆深刻 不得不说 她把剧中的人物表演得非常到位 也是因此得到了不少观众的高度评价 更是由网友直言 只有她能够把那个角色给演活了 而且不得不说这句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而大家都知道 早前的王子文在一档综艺节目 怦然在心动中与吴永恩相识 随后两人成为了一对情侣 节目结束后便在社交平台上公布这段恋情 一开始王子文和吴永恩谁也没想到两人会走到一起 以为是节目的剧本 在一起后的王子文就带着吴永恩参加各种活动 两人也是不停的秀恩爱 但在前段时间 王子文在吴欣主持一档节目中 面对自己的情绪难题 听上去依旧是那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漂亮的女人 他直言吴永恩并没有那么喜欢自己 没有那么爱她 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爱过 声音哽咽又带着无所谓 吴欣听完都表示觉得心疼 简单的一句话 却表明了很多问题 如今两人看来是已经分手了 因为有网友发现王子文近期突然删除 两人此前秀恩爱的所有合照 不仅如此 自此之后两个人再没有同框过 即便是吴永恩生日 恋爱之后都会为他庆生的王子文都没有更新任何动态 所以两人就被猜分手 而在这段感情中 王子文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他为了吴永恩 不惧怕流言蜚语 承认自己有孩子 赌上自己的事业等 但可惜的是 他还是没有能够与吴永恩在一起 属实有点心疼了 最后也希望王子文能够快快走出这段感情 开心过好每一天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